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旅行的包包里面有什么 因为周一是那个 Bank holiday 所以我打算开车出去 就是旅游两天 OK 然后可能这个视频呢 会比较长一点点 但是希望大家就是 有耐心 如果就是 想边看的话 可以准备一个 一杯茶 然后今天喝的是那个 柠檬和姜茶 我挺喜欢喝姜茶的 因为我身体就是那个 手脚比较容易就是冷的人 因为血液循环不好嘛 OK 然后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开始 看我的包包里有什么 这一次我带过去的包包呢 是这个 是Prada的黑色 黑色款 它是布包 它不是皮质的 所以我挺喜欢它的 因为它就是你出去玩的时候 你不会想带 就是说包包的话 你还需要就是照顾你的包包 什么的像这个你就可以完全 就是丢在你想 放的任何地方 所以我买它当时是因为 当时好像是因为我想 觉得在机场用的话还不错 还挺方便 但是它不好就是 它没有拉链什么的 它就只有一个这样的扣子 然后还有一个它 我喜欢的设计是 它可以手提 这样的手提 同时也可以肩胯 所以如果累的话 就可以肩胯一下 OK 而且它里面能装挺多东西的 其实 然后让我们来看看里面 到底有什么吧 首先是我的那个非常重的化妆包 然后等会可以跟大家 再分享一下化妆包里面带了什么东西 然后一个刷子 我最近超级喜欢用这个叫 Rail Technic的Counter Brush 因为它这个头比较小嘛 就是我拿它上粉底啊 然后修容啊 然后那个涂腮红啊 我都用它基本上 然后另外一个是墨镜 然后它虽然上面写的是 那个威索家的那个墨镜盒嘛 嗯 就上个视频 我有介绍那个方形的那个墨镜 但是它里面其实装的是我的Prada 因为我找不到我的Prada墨镜的盒子了 而且好像Prada墨镜盒是白色的 我觉得 我就 觉得很容易脏什么的 还是这一款 就是圆形的 然后它边边有一个这个 我当时好像是在机场买的 还 当时 那段时间好像比较流行这个 我不知道这款会不会在我脸上 就是显得 好像太大一点还是什么的 就这个就是基本上架我脸上 不架我鼻子上 所以就是这个弧度不是很好 去掉 不想戴着整个墨镜 然后拍视频哦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的雨伞 它是小狗家的雨伞 它这个就是微微细雨的时候能防一下吧 基本上下暴雨的时候你就不用想了 因为大家知道英国的暴雨天气就是 任何伞都是没有用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 雅诗兰黛加的那个Double Well粉饼 其实用它就是做补妆嘛 其实虽然我是干性肌肤 但是有时候天气比较热的时候 梯子布还是非常容易出油的一个人 这样子的 它里面有附一块那个粉饼 但是我很少用它 我都用刷子直接刷脸上 然后另外一个是糖 一般我包包里都会准备糖 因为有时候 像长途旅行的话 有时候你会肚子非常非常饿嘛 然后你的那个sugar level就非常低 所以你就可以补充一个这个 补充能量 虽然上面写的什么sugar free 而且这个是那个 我还比较喜欢吃的 它是那个结果木花 结果木花的那个糖 我个人很喜欢那个结果木花的饮料 然后另外一个是身体乳 就是上个视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 然后我的钱包 钱包有一点点关不上咯 就是那个tetherbake家的这一款粉色 它是那种淡粉色还蛮好看的 然后这里有这个护铁结 后面有一个可以装小东西的口袋 这里是装那个零钱的地方 然后里面就是我的价照啊卡什么的 然后上 上次我拍的那个我的包包里有什么那个视频 其实有分享这个 然后最后是我的手 手机充电 还有我的手机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哦 这里 这什么 哦 这个是纸腾片 随身携带纸腾片 然后 哦 这个是棉签 是无印良品家的这个独立包装棉签 其实它是挖耳朵的 因为它后面有挖勺嘛 但是我用它做那个 就是比如说有时候我眼部比较容易晕霜一点点嘛 我就把它擦掉一点点 口红 然后是第二家的 呃 五三六号叫Lucky 它是这种粉色 这样子的 它是那种透亮的粉色 还蛮好看的 比较自然一点点 另外一个就是我的手机 哦 不 不是我的手机 我的钥匙 为什么会说这个是手机呢 我的钥匙 然后这就是我的包包里了 没有咯 嗯 掉出一个东西 哦 这个是那个扎头发 OK 然后大家看它的包其实还挺大的 这一块 然后让我们马上分享一下 我的那个化妆包里有什么 这个化妆包呢 是我在就是签币家以前买东西的时候送的 它还蛮大的 就是还蛮方便的 可以装挺多东西的 打开看 第一个就是我那个苏家的睫毛夹 然后真的要擦一擦上面有点脏 然后另外一个是 这个是Tom Ford家的 应该是眼影吧 对 二号盘的眼影 就是我想如果我想出去玩的时候 可能画一点小小的微烟熏状的时候 就可能会用这个 OK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Lulia Massé家的这个 嗯 Hydrating 那个保湿打底 它已经快用完了 然后可能再会买一支吧 因为我们这一次可能会去北部 所以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去 嗯 就是那边购物什么的 估计可能 不会 然后另外一个是 焦韵师家的这个防晒 它非常的小巧 嗯 它就是 不是很油腻的感觉 非常的舒服涂着 另外一个是 迪奥家的口红 第二家的这个 就是唇彩 它是 嗯 里面还有胶原蛋白 然后让你唇部就是 比较饱满的 那个 那一款 然后另外一个是 哦 Hourglass家的腮红 我还蛮喜欢它人家腮红的 特别喜欢这个颜色 还有它的高光的那个感觉 另外一个是 Bobbi Brown家的这个 眉 染眉膏 我还蛮喜欢染眉膏的 这个叫 Natural Brown Shape 然后 因为我觉得 染眉膏的话 就是 我一般就是 顺着自己自然的眉心 然后画一下就行了 我不怎么 就是 把眉毛画得很 怎么讲 就是框起来 然后再把它涂 我就喜欢自己的眉心 然后就涂一点颜色 让它加强一点就行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Wild Cell家的唇釉 然后是颜色 9号 大红色 上个视频有推荐的这个 另外一个是 Mac家的腮红 然后它是这种 淡粉色的腮红 就比如说像如果我眼妆比较浓的时候 然后我唇妆也比较浓的时候 我就可能打淡淡的一点粉色 因为你不想 呵呵 你知道 你不想那个腮红涂得太红 然后你就会变成 你知道 我想说的 嗯 然后另外一个是 3C家的这个粉色哦 3C家的这个401 它是 也是珊瑚色 不知道大家看 看得出来 这样子的 看多亮的那个 它非常显肤色白倒是 而且滋润都还不错 另外一个是 Kiss Me家的睫毛膏 大家都知道这一款咯 然后它就是让你 它是唯一一个 我知道不晕妆的 我用了好多睫毛膏 因为我特别喜欢眨眼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我可能有肝眼症还是什么的 就蛮喜欢眨眼的 嗯 它就是 不管你怎么眨 然后它都不会就是 暈开什么的 但是它也比较难卸一点点 所以大家卸妆的时候 一定要用那个 水油分里的那一款 就是卸妆油才卸得掉 另外一个呢 是 两支眼线鼻 一个是眼线 就是液态的 然后一个是那种类似 笔状 就是膏状的那种 这个就是香奈儿加的 然后上一个视频有推荐 这一款是88号 为什么会带两支呢 就是因为它们两个 给你的效果完全不同 像这个Kiss Me家的 它可以画比较细 拉长 就是眼尾加强的那种 这个就是画 嗯 比如说有时候想画那种猫眼 就是往上勾一点点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个 香奈儿加的 而且香奈儿加可以画那个 嗯 类眼线 对 另外一个又是口红 是Tom Ford家的这个 它是09号 叫True Cover 最近就是不是超喜欢买 这种什么珊瑚色类似 这种 还是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个 其实感觉现在在我手上显示 这三个颜色都感觉差不多 但是实际看的话 嗯 3C加的那一个粉色比较 更加就是荧光粉一点点 然后Tom Ford这个是其次 然后最后一个是Dior加 然后另外一个又是唇 唇彩 然后是Dior加最近新出的这一款 上面 感觉现在又看的差不多 然后这一款Dior这一款比较偏红一点点 偏红色多于那个 另外一个 好 这个是那个刮刹板 然后它是在国内买的叫唐 唐木匠吧 它说是说牛角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 嗯 因为我就是之前说了 我身体就是比较容易水肿嘛 就是血液循环不好 所以有时候偶尔我就拿这个 刮一刮身上 就是刮一刮刮一刮 然后会比较舒服一点点 另外一个是护唇膏 然后是切尔士加的这个芒果味的 它其实我不是很喜欢用 因为它涂在嘴上以后 就跟好像你吃完饭 就是没有擦嘴差不多 就很油腻的感觉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 但是我喜欢它的芒果味 我还蛮喜欢芒果的 最喜欢的水果就是芒果 可能 然后另外一个是日本的这个牌子 让我朋友买的 它其实也是修容的吧 它是它后面有介绍 就是打鼻子 就是这一块的 就这样子 不知道大家 然后点这个深色 然后画这一块 我是不是涂太多了 等一会 感觉好奇怪 现在看 那我干脆把另外一边涂一下吧 刚开始没想到 剪会这么深 因为我当时看颜色还挺浅的 我想应该不会 对 OK 我其实喜欢带TOMFOOT加那一款多于这一款了 但是你知道TOMFOOT包装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我觉得这一款效果 我没有看出很明显 所以我在想我要不要换成还是带TOMFOOT的那一款 比较好一点点 然后最后一个是这个 不是最后一个 另外一个是 Georgia Mann一家的这一款 四绒粉底 我买了它挺长一段时间的了 它其实也快用完了 所以我为什么带它呢 就是因为我想 这两天可能用完之后 我就把它扔掉了 因为它没有 没有多少产品在里面了 基本上 然后我的颜色是5号 然后我又买了另外一个那个 Georgia Mann一家的那个低管嘛 虽然说低管是适合油性皮肤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鬼使神采的 作为一个干性肌肤的人 然后买了一个低管 还在邮寄的过程中 所以下次应该会跟大家做一个 就是说第一次印象的一个视频 然后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个 这个是Benefit家叫FakeUp 这个我已经在我的视频中间 就是说过很多次的这一款了 它就是我用过比较好用的一个遮瑕膏 因为它中间是遮瑕 然后旁边是那个膏状的 然后给你提供那个滋润度嘛 所以我觉得它还不错 最后一个是 这也不是最后一个 还有呢 是肖奈尔家的 上一个视频推荐的那个93号 粉色眼影 就是比如说我要化淡妆的时候 我就用这个 所以我一般出去的时候 我是准备一个淡妆的 然后准备一个浓妆的 或者是准备一个眼影盘 里面可以化淡妆也可以化浓妆的 OK 然后最后一个是 Benefit家这个遮毛孔的 它还蛮好用的 我觉得它已经也差不多了 快用完了 我一般遮毛孔 就遮鼻子这一块 我的鼻子这一块的毛孔 比较粗 大一点点 嗯 它遮完之后 真的会让你妆容 效果就是完全不太一样 如果你是油性肌肤的话 还蛮推荐你去试一下这一块的 最后还有什么 嗯 哦 还有一个这个 它是叫牙尖刷 就是牙齿跟牙齿之间的那个刷子 它就是帮助你 就是说清理之间的那些 就是 比如说脏东西啊什么的 这样子的话 你的牙龈会比较健康一点点 所以如果你的牙龈有问题的话 你不妨可以去看一下牙医 然后买一个这个牙尖刷 你刚开始刷刷的时候 可能会出血哦 然后这个是正常现象 其实你刷完一段时间以后 你的牙齐就不会出血了 嗯 好像牙齐出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上活啊 然后比如说感染啊 嗯 就是牙齐会肿大呀 什么内容 我不知道 然后你用完这个之后呢 你的牙齐就会变成就是说 比较 嗯 没有那么肿大 而且会消炎 消很多 这就是我的化妆包 空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上次别人说 让我看一下我的手机里面有什么apps嘛 嗯 就是制图软件 像我用的最多的是叫photo vivia 它是一个画的一个 因为我这个手机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我的这个软件 就是这个 看不太轻我觉得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把我的那个就是具体的制图软件 我都写在那个视频下面 然后给大家可以介绍一下 嗯 它大概里面就是有什么功能呀 或者是包括什么 OK 然后这就是我这一次的那个视频分享了 然后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一次的视频 然后让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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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